《女朋友》 《女朋友》 我跟周周 我们俩是 18年的夏天 认识的嘛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 有一起拍《女朋友》 就那个是我 意义上的第一部 偶像剧女主角 就我觉得每个女生 都想要 就是演偶像剧女主角 然后她可以不用 很聪明 然后不用很 就是她可以不用很漂亮 但是她也一定能 遇到自己 就是那个 爱的人 或值得的人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很 就可能 那个遇到周周的时间点 也蛮幸运的 就是我们两个 就一起可以完成一个 就是在我拍戏的过程中 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戏 就是我们两个 后来我们就是相处得很愉快吧 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之前我就合约到期了 然后我就离开嘛 然后其实当时我很很害怕 就是因为我也没有面对过社会嘛 就是我也自己没有当过老板 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码团队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然后我就问周周 我说哎呀 我说你的团队是怎么码的呀 我说你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很多 不成熟的小剑其实 不不不 就当时就觉得他很 很真诚 然后也很真实 就是我们两个的感觉 情意不止停留在 拍戏的过程中 我觉得能在这个夏天 跟周周每天都待在一起 就很 很开心 然后通过最近的相处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也 更加亲了 反正就是以后有借钱 以后找到你 没问题 然后 你虚的 对 反正这个夏天 我就过得很开心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梦 对 很开心 开心 对 对 我有个东西给你 对 这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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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两个的一张照片 哪里是头 哪里是 眼 就是脸 脸 我们两个脸大头脸 看到了 好吧 好好的 扣到我的手都痛了 他一个一个捏上去 谢谢 谢谢 感谢 好的 好 其实我有礼物 最后给你吧 好的 感谢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拍个合照吧 来吧 拍一个大合照 好 三 二 一茄子 告别不一定要感伤 相聚一场 记住快乐的笑容已足够 好啊 猪猪巧心 最后的时间 留给你们俩吧